金融業薪資優 福利好 加上豐厚的年終獎金 是不少人嚮往的行業 但現在美夢可能要破滅了 台北市勞動局 針對轄內32家銀行業者 進行勞動檢查 結果只有一家有給付加班費 違規比例高達97% 按照24條的規定 它是應該前兩個小時是 加給1 3 後兩個小時是應該加給2 3 再來就是會有一個 限制加班時數上面申報的上限 可能公司內部規定有 超過20個小時之後 你就可以申請加班 這波勞檢是由檢查員 陪同鑑定人 工會代表共同展開聯合稽查 除了加班費給付外 還有69%超時工作 56%沒有召開勞資會議 顯示銀行業勞動條件 違規問題相當嚴重 如果這個現況上 我們用勞動檢查的事實 可以推翻這些業者 自己的這個自我表述的方式 那請監管會就要就事論事 從事實上面再重新去要求業者 單就罰款的部分 可能沒有辦法來嚇阻 情況比較嚴重的這幾家 我們是不是應該來思考 進一步來追究 副主委刑事責任 檢查結果確實不好看 總罰款金額預估900萬元 但目前會先等資方 陳述完意見後 走完相關行政程序 再進行採取 凱博大台北數位新聞 由翔廷採訪報導